欢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要继续来看我们的综合型的题组 那五种笔各有六支 老师都带去学校要给考一百分的三名同学 每人挑一支 共有几种挑法 那注意一下题目 他是问你说 共有几种挑法 也就是说故事集中在后半段 就是三名同学怎么挑这样子 那我们前四题一起看 你可以字体看完按个暂停想一下 我们再一起讲解 如果今天五种笔不是各有六支 而是五种笔只各有一支而已 那老师一样带去学校 然后一样三名同学 然后三名同学带这个五种笔各一支 去每人挑一支的话 有几种挑法 那如果今天五种笔是各六支没错 可是我们今天不讨论三名同学怎么挑了 我们讨论的是怎么样 老师要自己在这五种笔各六支里面选三支 带去学校有几种挑法 那如果是五种笔各一支的话 选三支 带去学校又有几种挑法呢 好那么这一题呢 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整合型的题目 那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按暂停想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五种笔有各六支或各一支的不同的情况 各六支代表什么呢 代表足量 我会这样子一路讲到答案解出来 所以你真的要自己按正题想一下 足量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总共同学只有三名而已 所以这个六本身不重要 他不会进来算是 他代表的是说三个同学想要挑同一支都是可以的 那也就代表着他可以重复啊 那这个五种笔如果各一支的话就不能重复了 所以每个同学都只能挑一支 那老师挑三支跟三名同学挑差在哪里呢 差在三名同学挑的话是不同人挑的嘛 所以我挑红的你挑蓝的他挑绿的 跟我挑绿的你挑蓝的他挑红的 是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是老师挑三支呢 那就是他拿了三支就是红黄绿各一支这样 好那就没有说要给谁的问题嘛 所以呢这就是怎么样 能不能三个人这边有没有构成差异啊 或者说有没有排序对不对 有没有计较顺序 我们写相议或者继续 那这个如果是老师挑就是不继续 老师自己挑没有说给谁给谁给谁 也没有说第一支第二支第三支的差别 那所以呢我们在教这个排列组合的一开始也是讲说 我们不用把一个题目一定要马上判断说这是用C还是用P这样子 最重要的是去想象的情境没有错啊 但是我们后来也说了啊 就是说你学的套路越多你越多思考的休息战 好像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大概了解到 如果你又继续又不可重复啊 又计较顺序又不可以重复 也就是说第一个人在这红尘黄绿蓝里面挑红色 第二个剩下四个桶可以加 第三个剩三桶可以挑 没有错这个就是所谓的P5取3 或5乘4乘3 或者你要说五阶除二阶 因为它是红尘黄绿蓝配上 甲乙饼叉叉叉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P5取3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掌握到它有一些特色 那一样是不可重复 这个不可重复 各有一支不可重复 那如果今天老师一把拿三支出来 就没有给谁拿红的的差别了 也就是怎么样 这个ABCDE配上圈圈圈叉叉叉 那所以是C5取3 那所以说还是有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经验 能够快速的去发现它的差异 但是不是说去背说什么样的题目是什么 而是我们做多了 了解到说到底这几个算法之间 在故事情境里的差别 那如果是可以重复的情况下 因为足量可以重复 然后又计较顺序 所以第一名同学他五种笔 ABCDE配给甲乙饼 可是可以重复挑 所以第一名同学可以挑红色 第二名同学还可以挑红色 第三名同学也可以挑红色 可以吗 那所以这样子会怎么样 这样是你觉得 是5的三次 所以说每个同学有三种挑法 可以吗 每个同学有三种挑法 五种颜色的笔 足量的五种颜色的笔 他这边挑三支 这里就是没有差别的 ABCDE加起来总共三支 所以是H5取三 上面要放不同的 下面是相同的 三个圈分配给五个五种颜色的笔 那这样子这试题有没有写对呢 如果这试题没有写对的话 你要有必要回去复习前面只教的东西 因为你应该有一定的忘掉了 那么就来看看进阶的情况 如果今天乘一就是五种笔各六支 五种笔各六支 然后我们刚才是说 三名同学每人挑一支 那现在是说五种笔各六支 而且都带去学校 三名同学每人可以拿不止一支 也可以不拿 但30支必须全拿完 也就是说 最后这 我们不是五种笔各六支 有30支笔 对不对 他就会给光 那你可以拿两支红的一支绿的 然后不要晃的这样之类的 你也可以都不要拿 但是我最后30支笔要被你们三个人拿完 那这样总共有几种挑法呢 那这里给一个小小的提示 给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是说你可以先想 如果是只有一种颜色呢 因为我这五种颜色的笔的 给的情况是互不干扰的 你有没有拿红色不影响你 有没有拿绿色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今天我只看一个颜色 六支笔 然后三个同学要把它拿完 可以拿很多支也可以不拿 要把它拿完 那这样是几种挑法 想一下 总共六支嘛 他就会变成是这个 三个同学叫甲乙丙好不好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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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甲乙拿几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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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总共拿了六支 对不对 因为这在同一种颜色里面的六支 是没有分别的 但是甲乙丙是有分别的 然后甲乙丙可以重复拿 重复拿这个笔嘛 所以如果只看一种颜色的话 它其实是H3取6 所以第五题的话 它五种笔的话呢 是H3取6的五次 那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如果刚才一路看下来 你没有按暂停自己想的话 请把握这个机会 要按暂停 接下来按暂停自己想 为什么呢 因为答对或答错 都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就是你去反复的去思考说 跟什么有关系 我好像看过什么 会不会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的话 它应该是什么 那符不符合这个情境 我猜可能是怎么样 那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境 还是这样的算是 你去想这些事情 本身就是一种复习 而不是说这一题配到这个算法 那一题配到那个算法 如果你只有看到解答 你就只会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这过程中 有自己想的话 你就会有比较好的复习的效果 所以第六题 乘二 如果每个人可以拿不只一支 也可以不拿 那五支必须拿完 乘二是指五种笔各一支的情况下 所以呢 我现在只拿了五支 就五种笔各一支 然后三个同学可以不只拿一支 也可以不拿 它这里说五支笔必须全部拿完的话 会有几种挑法呢 如果你刚才这里有懂 上面这一题有懂 那有的学生他会循着上面这一题的想法 我们刚才不是说把它五种颜色比分开看吗 然后你五种颜色比分开看 所以一种颜色比有六支 三个人去分是H3取6 然后五种颜色五次 如果这样的话 那现在你一种颜色只有一支 那所以说每一种颜色 其实都是甲加乙加乙等于1 所以每一种颜色 其实都是H3取1的五次 这样对不对 这样其实也对 H3取1是C3取1是3 这一题的答案是3的五次 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我今天老师带了五支不一样颜色的笔 分给同学 现在并不是每一个人挑一支笔 我们这个五的三次 是五种颜色的笔里面每一个人挑一支 那因为足量 所以你可以重复挑是五的三次 现在反过来 我每一种颜色笔只有一支而已 但是反而是怎么样呢 一个人可以拿不止一支笔 一个人可以拿不止一支笔 所以变成是 我每一支笔 可以在这三个对象里面挑一个给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五支笔给出去是3的五次 所以说我们这个故事说是说人去挑笔 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来说是笔在挑人 第七题 如果乘一 乘一就是指五种笔各六支 然后带去给三名同学挑 他说每个人可以拿不止一支 但不能不拿 而且30支必须全部拿完 所以跟第五题的差别就是不能不拿 不能不拿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有几种挑法 那不知道有没有按暂停想一下 我们要开始讲了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 是H3曲6的五次 那如果说有一个没有拿 我已经知道了甲乙饼三个人 甲就是没有拿 那其实就变成是H2曲6的五次 好那就像我们之前遇到的呢 我们要去把它乘上这个3 因为到底谁不拿嘛 对不对 甲乙饼三个人谁不拿 那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3要乘在括号外面 还是要乘在括号里面呢 我是要写这样子 这个3你也可以写C3曲1 我要写这样子 还是我应该把它乘到这个括号里面呢 那你要看题目的情境嘛 就是说怎么样比较符合呢 我们现在是说甲可以不拿 那如果说拿红色笔的时候甲不拿 但是拿蓝色笔的时候甲有拿 是变成已不拿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等于说每一次的H2曲6 都会因为有人不拿 看轮流谁不拿 所以会乘三 然后会被五次 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的意思 其实不是这个 因为我们说有人不拿 他是指说这五种颜色的笔 他都没有拿到 所以说如果你设定甲不拿的话 其实是这五种颜色的笔 甲都没进来拿 都是乙饼 又或者 又或者 这五种颜色的笔 其实是以煤劲来拿 都是甲饼 所以其实你总共要乘的变化只有三种 就没有 就是不是说三乘上H2曲6才五次 而是先五次才乘三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要加回来 加回来 加回来的话就是变成说全部都给一个人拿走 那你也可以写H1曲6 那或者说他其实会变成是C6曲6 也就是一 所以他就是一的五次 我们位置不够写 写一的五次乘三 那H0曲6就不能算进来 因为他不合理 就不写了 就这样子 来第八题 如果乘一 也就是说五种笔 五种笔各有六支 老师带去学校三个同学怎么样 每个人可以拿不止一支 也可以不拿 然后三十支笔不需拿完 所以他回来看跟这个第五题的差别 五种笔各六支 每个人可以拿不止一支也可以不拿 重点在于怎么样 三十支笔不需拿完 所以你与其从第一题去想 不能从第五题去想 他跟第五题的差别在于这个 三十支笔可以不要拿完 那会有几种拿法 三十支笔可以不需拿完 也就是说每一种颜色的笔的 那六支不一定要拿完 那我们刚才这个 甲加乙加饼等于6 就会变成甲加乙加饼 小于等于6 因为你可以不满足6 你可以不要拿完 那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教H的那一个部分有提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 所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他其实是甲加乙加饼加t等于6 t就是那个你没有拿满的部分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视为 说有一些筹码呢 你要分给甲乙饼三个 有六个筹码 但是有一些筹码可以留在庄家手上 他不用发出去 那他不发出去 就代表甲乙饼拿的不到六个 对不对 这就是留在庄家手上的 所以最后这个呢 他的答案就会是 H4曲流的五次 也就是说这每一种颜色的笔 他都可以有一部分留在老师的手上 没有发出去 最后这个来想一下 五种笔各六支 老师现在要拿三支以上去学校 有几种挑法呢 我们五种颜色分开来说 红蛇黄绿蓝 每红色的笔呢 我到底要带几支 所以红色的笔我可以带0到6支 对不对 然后 橙色的笔 我也可以带0到6支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我每一种颜色的笔 我都可以带0到6支 那我有五种颜色去决定嘛 我要带几支对不对 所以我总共是7 对0到6是7种 7的5次 可是这么做没有去满足这个 要带三支以上去学校的 那好在就是说三支并不多 我们一直有提醒一点 就是说会需要你讨论的情况下 就不会让他讨论的太难 太太太这个要写的东西太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用code就可以了 扣掉只带两支的 再扣掉只带一支的 其实我们还要再扣一个 就是都没带的 那只带两支 如果我在五种颜色 各六支笔里面 只带两支去学校 然后他就会变成说五种颜色 就变到足量了 所以又是A加B加C加D加E等于 H5取6 H5取2 H5取2 对不对 那只带一支呢 就是一样啊 H5取1 或者你可以说C5取1 因为我五个颜色里面调一个 或者你就想说 就是 对不对 都可以 那不带就是一种 不带也要算 因为我们这个0到6里面 是有可能刚好全部都选到0 这样可以吗 老师从五种颜色 不同颜色笔 各六支里面 任选四支 然后随意分给考100分的三名同学 所以现在是 老师要从这五种颜色笔里面挑四支 再分给三个同学 可以有人没拿 然后也可以拿重复的 会有几种分法 那按个暂停想一下吧 这一集呢 如果使用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些套路去想 他是可以做的 但是会有一点点 这个麻烦想 那因为 五种颜色所选出来的四支笔里面 可能有重复色的 也可能没有重复颜色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 其实不多种 五种而已 就是说四支笔同色 三支笔同色 或两色两色 就一色两支 或者一色两支 其他的一支 或者是四支笔同色 这样五种情况 那如果你是四支笔同色的话 我们会面临到就是说 哪一色 所以有一个这个 五阶除四阶 因为你其实是把 红尘黄绿蓝配对给 这个4000 所以这里有一个 五阶除四阶 一对一 那决定好了之后 把它分配给 对象 那所以分配给 这个学生的话 其实变成说 甲乙丙 总共分四支 可以重复拿 所以是 H3取四 到这里为止 没有问题吧 所以如果今天是 三支同色的 一支不同色的 你会有一个是 这个 什么颜色 所以是五阶除 五阶除 注意这里是三阶 也就是说我不是除这个三跟一 我是除掉这个三个相同的 这个4是代表这四个圈相同 所以是五阶除三阶 这样子 好 然后分配给 学生 所以这种颜色的笔 三支 一样 H3取三 就三个学生 总共拿走这三支 因为笔会分完 刚讲笔会分完 然后这个颜色的笔 一支也被分走了 可以吗 所以就可以理解到说如果今天是这个的话 它就会是 五阶除 注意是 二阶三阶 也就是说是这三个圈一样除掉 这两个圈一样除掉 这两个二一样除掉 这三个零一样除掉 然后 H3取二 乘H3取二 这两个是不同色的 所以 就这样乘 不用再去除 然后如果是下面这个的话 就 五阶除以二阶二阶 两个零一样 两个一一样 然后乘上 H3取二 H3取一 H3取一 最后这一个就是 五阶除四阶 然后H3取一 得四次 得四次 然后我们把它算出来 因为我们有 等一下有方法二 算出来核对一下 转逛是3060种 那我们来看方法二 我们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 还没有拿笔出来 我就在桌子前面开始思考 到底我最后会有几种分法呢 因为我有五种颜色 我有A B C E 配对给甲乙比 可是我可以同一条线重复配合 就是我可以红色笔给甲 我可以再红色笔给甲 但是如果先不看重复的情况 我到底有几种 几种给来给去的情形 我可以红色笔给甲 给乙给饼 我可以拿橘色笔给甲乙比 我可以拿黄色笔给甲乙比 我可以拿 其实你总共会产生出 某色给某人 加A B C D E 红色笔黄绿蓝 到底要给甲乙比哪一个 每次这样子决定好 就是给出一只 可重复选4个 可重复选4次 总共就是4次 某色给某人 而这15种总共会发生4次 他变成是H 15取4 H 15取4 其实是C 18取4 所以是18,17,16,15 除以24 所以是17乘以80 17平方289再加17 3060 可以吗 所以这两种做法都可以 你如果这个 觉得刚才这样讨论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现在可以按个暂停 来把它插到你的笔记本上